凌晨2点红色火光 伴随着大量黑色浓烟 不断从新竹堡山香窜出 大火越烧越猛烈 让四间资源回收场 瞬间陷入一片火海当中 现场情况相当危急 地上四处可见被烧到外观全毁 焦黑不堪的回收物品 塑胶瓶被高温融出 二臭难闻的毒气 附近住户更是被毒烟呛得 彻夜难眠 警消人员戴起防毒面具 出洞怪手拉起三条水线 全力灌救 四间回收场的垃圾 包含还有机容器 包含我们的所有的容器 还有有毒物质 还有保力龙的闷烧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注意一个洗車安全 大火闷烧让臭味四散 从新竹科学园区到头粪 都可以闻到 消防人员也呼吁 民众出门务必戴口罩 避免吸入过多毒烟 造成身体不适 百分之九十都烧毁了 安保机能帮忙我们散后整 幸好深夜回收场没有人 为造成人员伤亡 但真正的起火原因 仍有待见识人员调查厘清 记者魏魏勋和孟谦新竹报道